今天我下午看到一个回复 我现在关注只有29个人 然后呢 所以说对于我的这种 这个这么早关注的粉丝呢 我就那个那个 就是特殊照顾 其中这个百无一用哥哥 然后他说到交易策略呢 他录的视频好像没有提及大致策略 这个他就是我啊 我会这个第一时间回复 以后人多了之后呢 我可能没有那么快的进行回复 这个交易策略呢 今天本来我就要讲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视频的题目呢 叫做股票T加零的市场调研 然后呢 对于普通人呢 做股票T加零呢 是有一定难度的 包括他的这个资金实力 包括谈判筹码 包括在这块的话 是需要有一定的 这个程序开发 或者是量化分析的基础 对于想参与到T加零交易的朋友呢 特别是今天这位啊 我再点一下他的名字 百无一用哥哥 感谢您的回复啊 那个今天我们就这个选择一个国家也比较支持 然后那个也比较方便进行操作 而且那个各个方面呢 相对的门槛比较低的 这个品种呢 就是转债 转债呢 很简单一点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其他的视频啊 就最近发的比较多 最近事情少一些 那个转债的优势呢 也比较简单 没有一花税 而且T加零的 所以说对于想要测试 这个T加零的朋友呢 因为他转债本身的标的 也是股票 就是你你的这个这个转债的正股 也是股票 而且现在呢 这个转债市场的规模呢 已经比较大了 待会我们可以通过万德的数据 不要光听我的嘴 我们用这个数据来直接说话 现在呢 整个转债的支数呢 189支 其中有转债和交债啊 这种公开发行的私募转债交债更加多 这个也是在201415年的时候 国家说要做一个池子 然后呢 也是希望逐渐的市场往机构化走 也不希望很多的散户呢 去炒股票 因为这个是不利于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呢 当然更加不希望上市公司 去做什么什么并购啊 然后这种这种什么做事商啊 就是这种类于做事啊 这种就是说你 最好呢 都去专注到你的实业里面 你通过你的实业 市场已经给你足够的溢价 一上市之后就是40VP 其实已经很high了 这个相当于你我得做40年才 就是得做40年才能够这个企业 它一下就可以直接获得这些收益 当然现在这个国内的也有很多很好的企业了 其实整个大家 整个国家的方向呢 也是就是以后这个市值最大的这种的 最好不要是茅台啊 银行啊什么的 逐渐的变成了这种麦瑞啊 或者华为啊中兴啊 然后深圳的话呃那个呃有很多企业上海北京当然有很多其他地方也非常多 呃所以说这个这个转债呢 呃 的话题跑点远啊 就是转债呢 我是觉得 他现在那个是作为呃这个量化极客 某一直在推这个量化极客 呃 当然我本来今天想发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因为呃我们这个这个朋友他专门回复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初期的粉丝肯定特殊照顾 本来我是想把国内的这种量化的系统呢呃逐个分析一下 站在我的角度分析一下 就说那个普通的券商呢 他都是说我有什么你就用吧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对于我现在是一个机构投资者 呃或者说我自己也做些投资 呃这个里面呢 我就要站在我的角度根据我的策略不同我要选择不同的软件 我可以大概的说一下啊 现在这些系统的话 比如说阿帕玛呃那个tinasoft呃 然后金字塔呀 然后还有天天软天软就tinasoft的 然后还有呃什么红束科技 然后还有很多包括万德啊 有很多呃这个里面呢 就是一步一步的我会去把我所了解的东西作为一个 呃铺垫吧 因为我也不是说这方面能力很强的 我只是作为一个铺垫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 能够通过这个视频 到时候这个做量化的人呢 有一个交流的地方 其实做量化的人呢 其实蛮痛苦的 就是没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要很分散 然后那个券商呢 其实是不懂得我们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根据我的策略 我做选型 有一些的话 我可能不需要用到阿帕玛这么大型的系统 而且里面还不让我开发 我一个懂编程的人 你不让我开发 这不疯了吗 然后万德呢 这个很强悍 然后但是呢 他里面又呃没有接石盘 模拟盘的撮合就不太好 所以说我就在寻找这个 所以这朋友刚好提到这个 那我就刚好引出来吧 今天我们就这个先不讲那些系统 我们先讲一个真正策略化的 因为我这个最近的几年时间 呃我也接触了很多的机构 很多的机构就说那个直接说 呃问我看有没有一个能够那个那个 就是无风险的啊 对于其他的品种的是很难的 因为本身我做的是债券 呃如果是我来去提这个 就他提这个的话 做债券是没问题的 我说我买国债行不行 就是你的钱让我用一年 就让我投资一年 那我就买国债了啊 或者国家开发银行的债了 这种的话是属于金边债券的 这种的话那肯定是可以 当然税率低嘛 金融是度量风险的 就是他你要要求年后20 50都可以 只是风险不同 啊你如果说税率高了之后呢 那我一定会配转债的 这是必然的 我不会去配很多那个那个 风险特别大的债 但我会配些转债 因为转债的话 他又有股性又有债性 这也是国家一直想做的这个池子 就说你普通的股民呢 我已经这边给你挖了个池子 在股票和债券中间有一个转债 对于债券呢 现在要求很严 要合格投资者呀 门槛的话 个人应该是600万 然后机构要几千万啊 两千万是多少 然后每年的收益 每年的这个盈利要达到多少 门槛很高 但是转债这呢 专门给了个特例 这块呢 就是整个门槛整得很低 然后呢 政策很宽松 这边呢 有一个好处啊 就转债这个池子 我也是大力的支持 国家的这个方针政策 我不是拍马屁 我觉得非常好 转债又不需要佣金 而且可以提加零交易 何乐而不为 对上市公司来说 你债券的 就转债的融资成本的话 现在大概顶多也就是三 非常低 而且一借借五年六年 那你就不用说担心 我今年发个债 明年就要还了一加一加一的 这种一年一年的这个 你可能做一些长期的铺垫 那现在国家给了你一个池子 你只要达到这个标准 你就可以进行发行转债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于那个普通的投资者 或者叫股民啊 就这块的话 那你也不要去炒作个股了 你玩不过他们 他们从资金优势 包括这个 对于这个单个公司的研究的深入程度 包括他背后的一些 在运作的人 你像我是从业了这个17年 是吧 那有很多个比我要强很多的人 在里面 在他背后 你当然拼不过他 但是有一点呢 我觉得可以 如果是转债的话 你最差最差 我就接受你年化2到3咯 还有待会我们会 这个导一个数据看看 就是他目前的转债的市场容量也够了 每天的交易量的话 基本也还可以 对于普通的股民来说的话 流动性还是够的 就是不要特别急 然后流动性是够的 还有一点呢 是转债 因为我之前 我有做过一些这个尝试 就是这么 这189只转债 最低最低的 是89吧 好像 不是 其实就大概80左右 就是最多跌20% 但你向上的空间是无限的 是很大的 所以说这个品种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相当于上市公司让渡了 他这个标的的爆点 让上市公司去老老实实的去做你的实业 别去玩什么 什么 什么定增啊 产业并购啊 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然后你就做好你的实业 那个真的非常好 因为现在我也用了很多国产的东西 我觉得相当棒 我觉得慢慢的 我这种这种的荣誉感在逐渐的增强 包括现在我周围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去用华为啊 然后甚至在建议我也买啊 然后那个包括我用的电脑现在也都是我们国产造的都非常好的 转债啊 回来又涨讲偏了 转债呢 这个我用用万德啊 今天还是用的是万德 这个 还是用的万德 这个里面呢 就是目前的转债 你像他今天这个叫什么 今天是7月1号啊 凯龙转债成交金额8点几个亿 这足够了 你普通的这个股民是足够足够了 有偏股型的平衡型的啊 然后又应该也有偏债吧 偏债和偏债没有 这里面也包括了交债啊 就是交债也在里边 你看 就是里面也包含几个没有上市的啊 准备上市的189只 这个1币呢 就是交换债券啊 也是属于转债 这个量是足够的啊 然后呢 当然也有朋友担心说转债 他这债有可能为违约 你多买几只吧 189只 我相信里面找客三五只是没问题的 这个转债 然后呢 转债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直自己在做的 就是转债的打薪 你比如说你自己有账户 你朋友也有些账户 这个里面的话 用他打薪的话 现在当然中签率低了啊 但是是不需要持仓的 我不需要有底仓 我就可以去打薪 打薪的话 这个收益率现在也还是可以的 就是那个 按照我们之前的 就是19年 18年底到现在 应该觉得收益也有将近有6 这个是非常好了 相当相当好 但是他动的资金比较少 但是他我觉得风险不是很大 你顶多跌 跌到80嘛 但是你 大部分还都是在100左右的 而且的话 这个在世道不好的时候 他稍微跌到9390几 但是世道好的时候 一下就109100几的 我们玩的是概率 我们做量化的不是去赌博的 是做概率的 这个转债 你看这里有数据啊 就是也是在万德里头的 转债 现在我们可以单个看一下啊 转债 这里有 你看转债的这个 这个绿的和红的这个线呢 是转债指数 总体来说的话 是一路往上走的啊 这个当然跟大盘有很大关系 而且一般情况下的话 机构不是傻子 因为只有转债的大部分 还是一些机构 所以说他在上市发行的时候 在这个发行方去找 这种机构寻价的时候 都会有一定的空间呢 也会考虑到未来的市场的不确定性 所以说这块的价格有机构已经帮你审核过了 一般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那个上市首日的收盘价 我看啊 我们看看这个点主要在哪 这个19年涨得好了之后呢 股票好了之后呢 它也涨得比较多 开盘有128的 最高还有130的 然后你看我们找一个最低的啊 找一个18年的 最低的 最低的上市第一天是94块钱 然后这个散点图如果真正打下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在110左右 就是这里的显109 110 当然是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好的 就是这个风险比较低 是可以抽的 这也是算是策略了 哥们你要策略啊 我给你了策略啊 然后这是申购 然后呢大家在通达系里面也有啊 然后交易所上也有 很多的第三方软件里面也有啊 这里面这个转载日历啊 然后不需要 然后不需要持有股票 也不需要持原来的股票 你就申购 然后申购呢 中签率不高 至少从我最近的一个州多吧 我应该中了就三只啊 当然我们账户比较多啊 然后发行的 你看啊 这个这个核准的 有有一堆啊 两页一堆 然后发行的一堆 这是国家在打造的池子 你像我们在做金融的最核心一点啊 一定是要看最新的国家的上层的政策 包括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些一些政策 包括那个监管机关的政策 你在公司里面不听领导的 你不疯了吗 啊 这个你做量化的 你也要看大的形势 然后发行结果啊 OK 好 这里面也有什么发行流程 这个不管 原来有人在做发行预案了 他就买过了什么什么 他就卖 当然这是其他的策略啊 这是第二个策略啊 有兴趣的自己来研究 然后如果说需要我来做呢 可以再回复我 然后我可以这个这个尝试的做一个啊 嗯 往下配售这个不管啊 好 转债上市的表现 涨跌幅 你看他给你画了个均价 不是我说的100亿 是7.6 上市首着的表现是7.61% 这还是可以的 1000块钱有76块1 首周 7块3毛1 7.31% 首月 7.02% 就7%多一点 啊 你忘了卖呢 一个月你卖了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也有70块钱 也还可以了 这个也没人送你70啊 虽然现在的物价涨的多一点 上市收盘价和发行规模啊 这个规模 核能转债78块钱 现在102是最新的啊 好 这一页这个就OK了 然后上市发行的上市发行的啊 这里面有包含私募可交债和一些其他的 我们主要看公募的啊 普通的散户呢 就直接可以买公募的就行了 私募的 大家不用去考虑 那些都是大机构玩的啊 上市发行的 然后发行预案的 这些这些在交易所里面都有 就是不要偷懒 交易所里面都有 然后我给集思路打个广告吧 集思路上面也有也是有的啊 可转债发行的流程 第一步是董事会预案 然后股东大会国资委批准 证监会受理过发审委 证监会审核批文 发行公告 股权登记日 申购日 上市日 这是转债的发行流程 看看啊 前面这有没有 这个没有 发行结果啊 结果啊 不管他往下申购名单 这个里面就注意了啊 有些大的机构 你看这里面都是实名啊 实名的 实名的 这是比较老的 下面有新的 就机构都在参与的机构 他有钱 而且活的很久 所以说 可以参考啊 这也算是策略了啊 哥们 好 复习情况 这个意义不大 行情和分析 好 转债价值分析 这个转股溢价率啊 转债价格呀 什么的 然后这里面有人会去 比如说赌他 他或者觉得这个公司呢 不太愿意想还这个债 转债也是债啊 那他可以觉得可能会下丘转股价啊 那这里面也是策略之一 上市表现 上市首日开盘价 这是刚才没有看过 区间价值分析 区间市场成交啊 这个就是转债的 你看从 是统计最近一年的 18年7月1号的7月31号 一个月的成交是344个亿 然后行情好的时候呢 一天一个月成交2000多个亿 这个量是够的 是蛮大的这个蛮大的量啊 这个是就是对于一般的投资人 这个市场是足够承载你的 然后这个是转股啊 转股的这个一些信息 这个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啊 预额变动啊 也是不管他退出方式 不管他利率条款啊 利率的我们看一下 利率的你看呃 开始看公募的啊 私募的这种还有七点几的 八点几的很很夸张的 但那个收入率都是跟风险是成正比的 就也不要去羡慕他 你看都是有补偿利率的 这利率普遍都是逐级升高的 就补偿利率的 然后倒计收回价格 都是基本上呃 年化应该是三二到三吧 转股价格啊 然后 债券余额啊 这个也是乱七八糟一大堆啥都有 OK 然后再往下转债公告披露 不管他基金 基督 他哪些基金是就哪些转债是哪些基金持有的 比如持有加速多的啊 这些都是应该都是公务基金了 你看债券型基金的持有转债啊 对看清楚了啊 转债啊 对有债的有股的有混合的 然后持有最多的基金加入最多呢是光大 银行常证海尔啊 然后 这些啊 然后退市的退市的应该最近好像没有 这是 还是看公募私募的很多 私募乱七八糟的 公募的 这是很早以前退的 好 这个 这种重点说一下啊 就是符合可转债发行条件的 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也是替我那个肖总的哥们做的 就是找到一些好企业 就是利用金融方面的这个就是财务知识啊 找到好的 这里面呢 已经帮你筛过了 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为正数 然后最近三个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 净资产收益率啊 不是他的现在的价格啊 净资产啊 不是总资产啊 净资产6% 然后最近三年的现金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率 30% 就是国家鼓励他分红 而且你按照国家说的做了 他就会允许你发转债啊 就是听话的啊 累计债券 余额 占上一年经审计的精资产比例 小百分之40 若净资产数据为空则剔除 啊这里面 也是负债率要低 总的说来呢 这里面很明显是比较好的股票 对于创业版呢 他稍微的 放松了一些 负债率 45%啊什么什么的 稍微放松一点 但是总的来说来的话能发转债都是好企业 里面会不会有退市的呢 有可能或者不叫退市啊 叫违约的 债嘛他到期六年之后 五六年之后他违约了 所以说你在买的时候呢 尽量做分散投资 按照目前我看的这些转债呢 还都是不错的 都是挺好的企业 所以说那个买自己喜欢的真正的好公司 别吵概念 我在证券公司待了整整12年 见了太多的股神 然后也太多的公募 不是公募 私募 或者一些民间股神上上下下的 然后有的人出来之后说 我的这个股票又涨停了 天天涨停 我有后台啊 我打开一看买了100只股票 那你有一只涨停 非常非常正常 那每个就买了100股 这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意义 还是实打实的去做些基础研究 选择好公司 跟好公司一起成长 我上回去平山一个企业 我是去调研的 但是我听完他们董事长讲话了之后 我甚至有一种想应聘的冲动 所以说有些好的企业 你真的见到好企业 你就很想去成为他们的一员 见到差企业呢 就恨不得拍屁股走人 你就不想给他任何的面子 真的那种垃圾企业 真的让人觉得很痛苦 然后我们用量化呢 也是希望能选出来一些真正好的企业 把一些差的企业给他排除掉 这也是做alpha 然后的其中的一个策略 我又提到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的具体的 一些呢 当然有兴趣的话 我到时候可以一个一个给大家来做 根据大家的这个投票 但是现在的我们关注人少 然后你提 我基本上都会安排时间做的 只要不影响我大的一个安排 好 现在那个就是刚才呢 就是市场规模够流动性够 现在就是还有一点我刚才说了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把它体现出来 就是说 这个转债最低会跌到多少 最高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 上市首日的有了 首周的有了 首月的有了 但是如果说你除了一级市场申购 我能量比较小吗 我想二级市场买 那我们要知道它的底在哪 我顶多亏到那 我能接受 或者说达到那个附近的时候 我就可以逐步的加仓 这就是量化的精髓所在 量化呢 一个方面呢 就是量化数据量化分析 还有一块呢 但是其他地方就叫赚小钱 就是可能这个朋友 他比较关心的就是高频交易 高频交易说着简单 做着其实是蛮难的 那个回到我们的主题上 后面以后的话 有机会我们再慢慢来 我这还是有点料的 有点料的 好 我们把转债 就是我们下面要做的 就是看他转债最近的 从上市以来最低能跌到哪 我看上市发行 我找一个 找一个 我们导出一下 然后公募提取 好 看看市场表现吧 好 公募 导出 好 然后 就放这儿吧 行情欲分析 导出 能现在量大了一些 在18年的时候 转债的加数最低 应该是只有6支 是非常非常少 现在有189支 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能发成这样子 然后转债本身里面 也有很多的机构 在里面做一些T零交易 OK 出来了 好 这就是从里面导的 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好 插入 好的 好的 好 然后区间 好的是转债 没有 从大类里边选吧 转债 行情 区间行情 区间最低价 好 这是一个了 区间最低价 代码是A2 然后70日期 2012年1月1号 可以了吧 然后截止期就是今天用净价 净价 这个全价呢 就是净价加利息 他因为是债券 就是说有净价加利息啊 我们用净价 很干净的2G市场的交易价格 就是净价啊 好 呃呦 区间最低价格是100块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有可能吗 12年到现在最低价格是100块吗 110030我们抽查一下啊 110030 上瘾 隔离转债 哦没错哦没错哦 最低的就是肯定没没低过100 OK最低就是100块 上市它的发行价100块 最后就100块 这是区间好区间最低价 OK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区间的最高价 赚债 行情区间区间最高价 OK好 A2 然后2012-12012了 忘了 所谓 然后戒指不写就是现在了 哎 哇 区间随包价有300多的 这么多区间最高价 我们看一下平均数啊 平均数在这里 呃平均最低是93块9毛5 呃然后 区间最高 平均是133 有点意思啊好我们再找到我把公式去掉啊 公式去掉好 然后排个序 从小到大排 我最低有70的 有70的 灰丰啊那个灰丰乳液之前出问题的 呃出问题的 嗯 128012 128012 嗓子有点哑 这是出问题的啊 就是这个之前有报过丑闻的 还没香港这个这个浑水做空了 然后下来就是利欧78 然后 基本上除了这种灰丰 你遇到这种很贝的啊 你一下子最低跌30%这是达到极限了啊 然后的话这个利欧利欧好像是那个做蹦的吧还是做做什么的 海印啊 海印我还有印象我还参与过 呃收入率我买的时候好像是8还是几 就是这是广州的一个一个一个企业 然后呃我们还参与过没什么他有问题 洪涛这是装饰里面的啊装饰的 嗯 最低差不多就是顶多30%撑死撑死 大部分的话呃就是在80多啊 80多平均是93块9毛594块钱 最高133好我们看最高的最高啊最高的最高 好按照高往底 最高有317的 高达到极限是317 低低到70 上面是3倍底下是30% 平均值来说低低到94 均值啊高高到133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懂啊就这个的话呃有担心违约的呢就多买几只买5只啊再多一点啊都没问题 然后呢现在这些板块呢也是比较平均了 所以说我认为转债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种啊 啊然后呢也是国家很支持的 而且很明显都是好公司 你基本不用特别详细的来筛选啊 然后有想测试T加零的呢 用它来测 把佣金条低点 我那个前两天的视频我有录过 转债真正低佣金呢是呃上交所的转债最低交易所收券商是百万分之一啊百万分之一 当然你不用说要求券商降的很低很低那你要你的筹码足够 然后呢这个呃深交所贵一点十万分之四点五啊差不多就是如果券商收你万分之一呢也没啥问题 但是没有印花税啊这是一个这个可以去做测试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嗯因为量化的核心啊量化的这个策略我再说一下就是量化 那我觉得是赚小钱 呃一方面呢是通过一些数据筛选然后节省大量的人工啊还有一块呢就是提高它的准确度还有一块呢就是赚小钱赚 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比如说有些策略呢就是呃提供流动性你比如说现在的711这种71这种便利店广东这边是呃71 这种便利店呢就是给你提供了你懒 然后他赚你的钱如果你不懒呢或者说你你的时间成本没这么高啊 然后你去超市买你多买点放在家里出门呢多杯瓶水 是没问题的你同样的一瓶水的话呃在便利店里面就是两块多但你要在超市里面呢是一块多啊中间至少有30%的这个价格差啊所以说这也是量化的核心之一啊就这个我觉得也是偏策略的我希望我们这个提问的哥们呢呃你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拿转债你可以测试一下 然后我刚才说了有一些策略然后呢呃如果你很关注这个股票提灵的我这其实有说实话我有但是我需要进行筛选呃我要对我说的话呢进行一定的负责呃我要筛选过而且某些资料我是不能放出来的所以说我要把它消化掉消化之后呢然后在现在出息的时候有兴趣可以用转债 用转债我觉得做一些测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成本低啊你跌最低最低好历史上最低的12年到现在啊7年时间最低的也就70块钱再下来就是707079了基本就是80了所以说而且都遇到极端情况呢呃而且高能高到317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话很明显从概率你做赌博也是做概率嘛 庄家比你多了那个1%最后下来他就赚的多而且他呃呃呃更更不用去熬夜什么什么的啊 说这个里面的话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复杂然后呃今天这个录的时间有点久啊呃呃然后呃下一期吧下期我就介绍一下目前市面上各大券商 然后包括各机构用的比较多的量化平台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以那个那个呃呃我站在我知道的角度然后我了解的东西包括我也咨询了很多朋友 然后这些系统然后根据你的策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软件而不是说券商我就只有这个你就只能用这个这个就是嗯高手然后或者说是你你针对于你的需要我今天要做什么 什么菜就用什么锅什么勺啊女的你买一个呃买个围巾那你要配跟他搭配的呃帽子包包腰带裙子 好了那个呃不多说了然后今天就是主要是想转债啊转债这个标的我认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而且呃有想做T0的可以通过转债这个东西作为切入点拿它进行测试呃我也在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也有团队在做这一块呃到时候我们市场上见啊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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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